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好 說到這個相隔里拉對話 其實因為疫情停辦了兩年了 今年要怎麼辦理呢 6月10號到12號這幾天在新加坡 即將要開始了 42國人士來出席 預計多達500人參加 那麼剛才我已經先在廣告前預告了 日本首相岸田要發表專題演說 說要涵蓋日本變動中的戰略前景 以及中美的防長都要發表演講 美國防長奧斯林講什麼呢 美國印太戰略的下一步 中國防長魏凤和又要說什麼呢 中國對區域秩序的願景 好了 然後還有一位 就是我剛剛說了嘛 澤倫斯基 他也要視訊發表演說 那你知道他要怎麼講呢 他不是才在呼籲嗎 呼籲對中國 哎 要不要來支持我一下啊 他說中國這泱泱大國 可以影響到俄羅斯 能夠結束這戰爭的 中國對烏克蘭很重要啊 希望中國要支持烏克蘭 所以澤倫斯基難道要藉由 這麼一場特別演說 趕快來積極喊話嗎 南斌 其實這個香格里拉對話 因為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飯店 所以叫香格里拉對話 但他表面上是英國跟新加坡 美國在主辦的 可是實際上就是美國 那美國他主要就是亞太的這些國家 甚至連瑞典都來了 然後就在參加這個東西 那他歷屆呢其實都在針對一些 美國認為很重要的亞太問題 包括南海問題 台灣問題啊這些東西 就是在做這樣的一些討論 在2019年甚至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 你知道就在入會場的那個門口那個地方 他居然在那邊擺了整個中國大陸的兵力部署圖 就故意這樣擺 然後結果中國大陸代表看到當然不高興啊 就說你這個應該要撤掉吧 然後他們才主辦單位又把它撤掉 那很明顯這就衝了中國大陸來的嘛 那如果說你真的認為說大家都是公平的話 你怎麼不把美國在全球的兵力部署圖 把它擺下去 那看起來不是更觸目惊心嗎 所以他不會嘛 他就是針對中國大陸來 那中國大陸當然也不怕這個東西啊 所以我還是參加 我也去表達我的意見 那看你們要怎麼樣 那美國這一次很明顯的 他抓好了他自己兩個小弟 一個英國一個日本 我就來弄你 你看他們針對的 你看日本馬上涵蓋 日本變動中的戰略前景 日本變動中的戰略 日本是沒有軍隊的國家 那有什麼好變動 你在變動什麼東西 他現在不是要加強防衛 還是要加強包括什麼 不是防衛了要攻擊型的武器了 因為你日本 按照你們自己的憲法上面來講 你的你沒有軍隊 你那是智慧隊哦 你還是在防衛而已啊 你沒有辦法進攻哦 現在就是想改啊 所以呢 那你其實美國是要借這個東西來 默認日本以後可以往外進攻了嗎 是這樣的意思嗎 日本能夠當他的副警長 來去幫我看守中國大陸 是這個意思嗎 我覺得很明顯在拉抬日本的一個作用 那哲倫斯基這邊的話 我就覺得 他們就是故意的嘛 因為讓哲倫斯基出來 看你中國會不會覺得尷尬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中國大陸跟烏克蘭 其實交情是不錯的 那哲倫斯基也趁機就要求說 你中國一定要幫我啊 可是我覺得解鈴還需吸引人 現在不是中國大陸幫幫你的問題 是你哲倫斯基要幫幫自己的問題 你如果自己沒有真正想要和談的意願 我也不知道中國大陸要怎麼幫他 是好 所以呢 老師 那你看 那中國大陸要怎麼來回應呢 對不對 這也是一個重點啊 因為之前 2019年之後都沒有再派防長啦 這次是防長出來 而且還是第一次 所以魏鳳和要跟奧斯丁是面對面耶 我個人呢 對於香高里拉對談的 給我的感覺啊 最主要就是中美兩國的國防部長 魏鳳和他跟那個奧斯丁他們之間啊 就佔據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實際上講起來啊 最後講到 就是說你大國講實力 講的就是軍事實力 那你要面對面談的話呢 必須坦誠不公的談 所以以前我們總是認為說 香高里拉會談啊 實際上出席的成績並不高 但是它代表的意義卻非常的重要 就主要就是軍事關係 但是這一次的話呢 我就發覺說 有兩個情況讓我感覺到非常意外 就是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最近日本人的這個做法上 我真的搞不太懂 就突然之間 原來的話呢 就像剛剛韓明講的說 它自己是一個 只有自衛隊的一個國家 現在突然不得了 哇 北打俄羅斯 然後這個西挑戰中國 這個感覺上就是 說台灣有事 它也有事 不是 是因為美國在提拔 它連北約的會議都要去 美國在提拔 我的印象當中 日本人對於戰爭 我自己每一年固定 都到日本跟日本人開會 日本人非常反戰 日本人真的是你要了解 日本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好強 我是跟他講說 你不是有五十兆精神 他說你講的那是八十年前的事了 就是說他們基本上就是 就是各方面來講 這個是真的 我有覺得說岸田文雄 你又不要再高興什麼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 就說這個高興 但是對於哲倫斯基的 這個觀點的話 我倒是可以了解到 他真的是 真的是這個 陳曉津的三輔頭都用完了 這個圖窮筆線 就是捉襟見軸 他現在沒有辦法 因為所有的國家 有辦法的國家 都試過了以後 包含他最中愛的國家 以色列都試過了 他都沒有辦法 讓這場戰爭停下來 那現在的情況 大家看得非常明白 他必須要對中國喊話了 但是這裡面的情況的話 我可以坦白告訴你 中國不會答應也不會拒絕 因為你這樣子的話 就是有人要捧我 我讓你捧 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就不做 這很簡單 好 但是介大使 的確也是跟戰情有關是嗎 因為北頓內刺客這個戰鬥 說會決定頓巴斯的命運 而這可能是從俄羅斯入侵開始以來 最艱難的戰鬥 這話也的確如此 但是英國國防部則說 俄軍是全天候的在狂炸 北頓內刺客這個地方 然後烏軍都被迫 撤退到郊外了 就連盧蓋斯克的州長也都說 留守城內是已經沒意義了 所以澤倫斯基現在的情況 是越來越困頓了嗎 所以他必須都要再一次的 來向中國大陸呼喊 是在求救嗎 但是另外一頭 你看到的俄羅斯跟土耳其 站在一塊 好像老神在在一樣 在那裡談說 我們又沒有要從烏克蘭禁止讓糧食出口 然後我土耳其也願意幫忙 然後土耳其的外長還說 為了鼓勵出口取消對俄羅斯的制裁 這是合理的要求 這不就是站在俄羅斯的那一邊嗎 那所以呢那烏克蘭你之前是從土耳其那邊 是有拿過無人機啊 但是你還有什麼其他的援助在手裡呢 那對於澤倫斯基來講 還有現在惡跟土兩個國家站在一塊 看起來這形勢好像越來越鮮明了 其實這個現在國際社會關切的就是說 烏克蘭的糧食怎麼運得出來 那其實本來這個普丁就是拿烏克蘭的糧食 俄羅斯的糧食 當做他戰爭的一個工具 我就讓你拿不到糧食 你就知道這場戰爭對你們大家都有影響 而且讓你這個西方國家糧食往上爭 你這些西方國家政客 你再去支持烏克蘭吧 你國內你也燒起來 所以對俄羅斯的糧食本來就是他預期的 可是他現在為什麼願意談呢 而且交給烏克 交給土耳其來談 我告訴你俄羅斯現在目前對土耳其非常滿意 非常高興 為什麼 土耳其在北約一夫當官 你那個什麼 芬蘭瑞典 你那個芬蘭瑞典想加入 我先一夫當官擋在那個地方 那這裡面我想俄羅斯一定也有跟 土耳其在交換意見這個部分 但是外交上這兩個都是外交老手 可以合作的地方就可以合作 並不表示全面合作 對雙方有利的地方就結合 然後對雙方不利的時候該打還是打 該合作就合作 這是外交 現實主義外交 這次就體現得非常清楚 所以拉夫羅夫現在跑到這個土耳其 事實上把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交給土耳其 讓土耳其辦一個重要角色 解救全世界糧荒 對 我就交給土耳其來辦 土耳其出來辦這件事情 對不對 你們其他都不要叫 土耳其出來 我覺得事情還有點轉環 這樣還可以讓他形象像是 一個好人 土耳其現在是解救世界 尤其第三世界國家的饑荒 現在有16億人會受到影響 是聯合國在那邊叫 所以把這個 這個credit給土耳其 那也是對土耳其在這個 北約裡面 依附當官 給他一些回報 所以這個外交基本上就是 就是這樣玩的 獎勵你的朋友 懲罰你的敵人 這是非常 而且沒有永遠的朋友 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土耳其正是在這個 這個俄乌戰爭裡 那出盡風頭 大家又想到說 哇原來土耳其這麼重要 戰略地位這麼重要 而且在黑海裡面 到了博士普斯海洋 甚至地中海 甚至歐盟的整個 整個這個 還有這個 哇土耳其 土耳其有這麼大份量 對不對 那所以就是說 真的叫鄂爾段來講的話 他真的也達成他的夢想 恢復 鄂爾曼土耳其帝國 歷史上的光擾 鄂爾曼土耳其共和國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土耳其 這麼舉足輕重 對不對 那所以這場 這場糧食之戰 那麼這是一個 國際政治的角力 那最後會達成什麼樣子 那這個東西 我覺得還有得談 可是這個就是一場 外交的角力 那不過現在 那這個 哲倫斯基把習近平想起來了 他想怎麼講 我認為他還不是真正想彈劾 因為他在事實上 在這個頓巴斯這塊地方 他進退兩難 你要打的話 你的主力部隊被殲滅的話 你有身戰力就被殲滅了 那你要聰明的話 你要保持戰力你要退 可是他又不敢退 退的話他搞不好 這個國內的鷹派對他不滿意 是吧 來 我們來講 那俄羅斯呢 俄羅斯現在是可以從中國大陸 跟台灣洗產地嗎 還有印度嗎 印度我們知道啦 可是韓兵怎麼會 好啦 怎麼會講到台灣 不是說民進黨政府 都在跟著要制裁俄羅斯的嗎 可是我們來看 俄羅斯的鋼材 不是有被制裁嗎 沒有辦法很正常的 從黑海出口 輾轉透過大陸貿易商 居然把低價的成品 大舉銷到台灣等亞洲市場 而且估計數量超過10萬公噸 低價銷到台灣 這還得了 所以台灣這個中鋼啊 就急著跳腳了 就出來喊了 那怎麼會有這種情況呢 那當然我剛剛講到印度 就不用說了 印度呢這個原油的部分 經由印度再出口到其他的地方 哇這一轉手 連印度也都賺到了 韓兵 我們的中鋼其實本來就是因為 人力成本相關成本太高 在國際上競爭力本來就不好 那如果現在這俄羅斯的這個鋼 又這樣子大量低價倾銷的話 那中鋼真的會很慘 很慘喔 那可是問題是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不是制裁俄羅斯嗎 那你應該根本進不來啊 對啊 那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我們不是早從3月就說 我們不買俄羅斯的天然氣跟石油了嗎 那請問一下我們找誰去買到替代品 有嗎 那難道我們還在繼續買嗎 我認為就是啊 因為不然的話請問一下政府有很高興的宣布你說 我們現在從哪裡取得替代 10%欸 10%是很大的一個數量 請問一下你從哪裡弄 政府從來沒有講喔 可是我 你有看到天然氣跟石油斷掉嗎 沒有啊 所以從哪裡來 我覺得我們還在偷偷買 只是用不同的 美國也還在買 對美國自己也在買啊 歐盟這些國家也在買啊 那台灣偷偷買很合理啊 我覺得很正常 大家都作弊 那你幹嘛不作弊呢 你還要當好學生在那邊傻傻的嗎 我覺得 政府這樣做是對的 這是對的 表面上跟著喊一喊掉 私底下利益還是要顧 那印度當然更不要講啊 印度四年 好學生我都不想裝 我明白的就是要作弊 不然你要怎樣 一開始就這樣 對我一開始就告訴你我要作弊 而且你還不准講我 我就是要作弊 那人家就這樣做了啊 現在剛好坐收漁翁之力啊 所以我覺得印度在這一波 真的是賺得非常薄 所以印度真的是賺到喔 但是你看啊不要說是印度賺到啊 其實真正賺到的也是俄羅斯啊 所以你制裁 你怎麼制裁呢 鋼品繼續出 然後油品繼續出 天然氣繼續出 所以俄羅斯繼續還在那裡賺 所以 對啊老師 我就覺得說有一個消息 你看得很清楚 就是這個普京原來自己 普京自己原來都沒有想到 這個面對這個有史以來最嚴厲的制裁 他只講說我們的油跟氣啊 還有我們的糧食啊化肥啊 通通要用蘆布來計算 然後呢為了害怕大家不肯計算 5000蘆布換一克黃金 這個俄羅斯的錢先回到金本位去了 那突然不得了啊 現在額戶衝突從2月24號開始 全世界最熱門的資產居然變成蘆布了 你就光從這個消息講 我在懷疑啊 我嚴格懷疑啊 台灣也是用蘆布在買俄羅斯的鋼 我真的在懷疑 要不然的話呢 反正你就按照這個方式來計價就對了 那也要聽那個 民進黨政府要出來說 對對對 你反正在歐國公司裡開個戶頭 你用蘆布來計算的話呢 他蘆布讓你換回歐元 或換成美元換回去 但是你買的時候一定要用蘆布 這是蘆布才漲值的原因啊 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實際上來講啊 我必須坦白講 就是說台灣也是做對了嘛 你本來就應該這樣子 人家印度只是說更厲害 但是印度我必須要特別強調一下 大家看到印度人一般而言 充滿了喜感 但是日本的 印度的領導階層 是非常厲害的 我們看到的話呢 印度的領導階層 他的外交部長 最近蘇傑森講的話 就狠狠地把歐洲人 臭罵了一頓 對不對 他基本上他們對於國際情勢 看得非常明白 反正我知道 我人口多就是個實力 至於說我對我國家有幫助事情 我絕對不會客氣 對我國家沒有幫助事情 我絕對不幹 就這麼簡單 是啊 但你看 印度其實他也是夠驚的了 你看從2020年陸續封進 300多個跟大陸相關的APP 然後2022年 就今年年初 又對露氣做全方位的調查 結果介大使你知道嗎 有看到報導 就大陸的媒體 訪問了一個匿名的露氣的老總說 印度這一波的惡意審查 涉及的部門很多力度也很大 然後根本都是要錢 然後3C產業是成為重災區 所以就是像什麼手機廠 不是都有被查嗎 那被查的 那我們看 這樣一個手機大廠 有什麼華為 這也是一個指標性的大陸的企業 在這個時候二媒說 華為本來在俄羅斯 關閉部分的官方體驗店 好像在哪裡都很吃 壓力很大 在印度也有壓力 在俄羅斯也有壓力 好啦 那4家已經停止營運了 可是大家看 華為居然註冊咖啡商標 它賣咖啡 一標咖啡吸收宇宙能量 成為下一個目標市場 一標咖啡 目標還瞄準了知名的連鎖店 包括瑞幸甚至星巴克 為什麼難道真的很好賺嗎 現在說除了知名的運動品牌 李寧要有您咖啡之外 連大陸郵政咖啡店 正式落地廈門什麼 郵政也做賣咖啡 中國石化一樣也在賣咖啡 現在大陸是流行在賣咖啡了嗎 差不多真的是這樣 咖啡這個商品 在全世界 其實它的漲價是最低的 它是非常廉價的原料 可是你一杯 你咖啡豆幾十年沒漲 對不對 然後呢 一杯咖啡 你只要裝潢的好的 120塊台幣 你算了看咖啡成本多少錢 咖啡沒有多少錢 你知道現在咖啡 全世界都在種 越種越多 現在全世界咖啡 種產量最多的 你大概不會相信 越南 越南咖啡 越南咖啡是它產量最多 可是如果現在化肥 因為俄羅斯這個戰爭 它漲起來的話 因為化肥價格在漲 可能這咖啡豆的成本 也會增加 這個其實咖啡豆 中南美洲咖啡豆 人家講是長在幾個歐美的大糧商 大糧商手裡面 像這個Nasley 雀巢 還有美國幾個大的農產公司 事實上這個都是契作的 都是他們在控制的 這個價錢 西方人他喜歡用的東西 而且是在你第三世界國家 這個生產的 價錢都起不來 你香蕉再怎麼樣也賣不了價錢 它事實上它就是在這控制你 把你當作一個生產基地 然後提供它非常廉價平價的 因為你這個整個的市場 你這個 你這個所謂的 你這個營銷管道 甚至你這個 生產 生產都是它掌握的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 水神的物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 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 然後就給你一個小型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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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